從瘋狂咒罵廣告代理商的二千斤 到賀令裝修工人下跪 甚至賞耳光的會長夫人 但韓航空一家的跋扈行徑 已經成為南韓全民公敵 連當初的堅果門事件 大千斤 欺壓空姐 也被搬上韓劇 將泡麵直接淋在空姐的頭上 韓劇撒狗血的橋段 反映出野蠻富二代目中無人 而韓航近來更被踢爆 居然私下非法監控員工的LINE群組 只要誰敢表達對公司不滿 立刻列為黑名單 把員工視為努力甚至當成內責提防 已經讓大韓航空員工人無可忍 連續好幾天集體戴上V怪客面具 怒吼抗議要趙家全面退出經營 由於醜聞風波如雪球般越滾越大 大韓航空的招牌也跟著搖搖欲墜 三菱新聞 金水會報導 調查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